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希望自己能够多努力几年之后 在这里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5月23日 周深B站录制毕业歌会 周深10点半左右才开唱 是压重舞台 手压太强了 在场外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很多粉丝在录制现场 听到两首歌 少管我和一首新歌《去明天》 周深总会上一些起起乖乖的热搜 24日又有两个 周深修音响的嗓子 脱口秀的嘴 和周深少管我铁窗泪板 都和23日周深录制 小破站毕业歌会相关 毕业歌会录制现场 即使在场外都能听到 周深直接耳膜震撼心灵的嗓音 清澈空灵 透亮早已不足以形容了 再看他现场和观众的互动 和在综艺上的跑梗接梗 完全就是脱口秀的嘴 所以这个词条倒是很贴切 至于周深少管我铁窗泪板 怎么还有铁窗泪板少管我 当晚周深在场内录制毕业歌会 很多生米进不去 只能在外面各种应援 反正各玩各的一起嗨就对了 一部分生米在黑色铁翼大门外合唱 少管我排出来的效果 吐吐的铁窗类MV即使感 话说谁家正经粉丝会 整个铁窗类MV即使感 简直笑不活了 估计周深看到会说 你们高兴就好 不要管我 还有一个词条 周深给22岁的念白 很真诚很感动的一段话 他说有些人在这一句再见之后 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了 所以他祝福大家不留遗憾 都可以品尝到最甜的果实 有没有收到新军的祝福吗 好 同学们 订阅朋友 让我们一起说谢谢周深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周深 谢谢 拜拜 拜拜 嘿 别管我 嘿 别管我 好 少管我 你快看我 你一起来 开启多 我现在 会够的 谁 我 非 非 非 毕竟 以无数可渺小的光彩 就能照亮不成未来 周深的歌声值得用心聆听 而他的技遇更值得用心品读 你觉得呢 人物杂志在24日9点29分 卡点发了对周深的独家对谈 时长36分钟的访谈 一如周深所有正式的访谈一样 有幽默搞笑 有回忆思考 有鲜马油将的自在 又周深稳定的人生坚持 人物杂志官微更是艾特周深 连发8条微博 接连创建了七八个话题 个人觉得这是值得生命 反复看的一个采访 不仅仅因为它是周深的专访 而是36分钟 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坚守 面对质疑的态度 以及成功后 再回望来路的清醒 所以他用尽力的 幸运的 感恩的来形容自己 形容词啊 幸运的 这个一定有 幸运的 感恩的 这是我一直 想做到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做到 但一直也在努力的方向 和 尽力了 就是 因为 我肯定很多事情 也没有做得那么好 我自己也肯定知道 因为人无完人嘛 虽然会不停地用这个去 安抚自己 但肯定有很多 无论是专辑上的遗憾 或者是很多 在舞台上的遗憾 因为太正常了 因为也有 一定会有过 唱的 可能没有那么稳的舞台 或怎么怎么样 但是 每一个舞台 或者是做的每一个事情 我都已经经历了 现在大家其实 越来越知道 很多时候 可能就是 努力一定 不会有百分之百的收获 或者是很多 甚至很多时候 你努力了 你甚至都没有收获 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歌手 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在某个时机上 也是我看到的留言 很打动我 他说 你的存在会让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 是有那一个 成功的几率的 我觉得自己的很多时候 影响力 真的挺渺小的 因为听我的歌的人 说 我的生命 他们会听着每一首歌 或者是可能幸福一点 我的听众们 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 自己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就会有一个人 听你的歌 他会拜托 可能中间拜托六个人 来告诉你 他在那个夜晚 听我这首歌 在痛哭 他一个成年男子 四五十岁的大汉 然后他在半夜 他听光亮 他就听哭到我不行 就那一下 我就会觉得 就很扎我的心窝 就会觉得 原来我的存在 有这么大的意义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或者很多的事情 等我去触发 或者是可能有更多的经验 去等待我的解开 或者是我的理解 这也是我觉得 有趣的一部分 因为很多的未知 又恐怖 但是又期待 小编之所以 调换了三个词的顺序 是因为我一直认为 他对每一个机会 都尽全力地回应 对每一个舞台 都尽全力地付出 才成就了他所谓的幸运 而他对每一个人的感恩 将会让他更加地幸运 从一个山村里的留种儿童 走到今天的大舞台 这个过程 他比其他人吃得苦 走的路要多得多 付出的努力 是我们想不到的程度 但又很佩服他 他内心太强大了 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一路走来 不忘初心 因为朴实 所以更加温柔 善良 还好青州已过万重山 最后 今晚直播提醒 20点周深空降 IPSA直播间 还有 也是今晚20点 周深演唱会 贵阳展开首 当然是 抢票重要了 抢票再去直播间看深深 周深同志 现在在联合国 代表我们团队发言 你忘了 在队伍 我们这队伍出去了 小那儿 我也是 神光荣 拜拜 别管我 是少管我 少管我 你看到我失望 全然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到你来喊这个少管我咯 怎么称呼你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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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等一下 背后一下 来三二一 你们想我吗 想 真的想的告诉我一下 真的想吗 想 想的想的告诉我一下 想的 想的 假的想的 别从绿色的安全处理 别出去 我多幸运 每次我跟你们相见后面有这么多老师为我 为我去加油 然后打气去建造这样的舞台跟大家见面 我真的很幸福 然后也要感谢终身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好吧好吧好吧 我感谢 感谢跳舞总代理大麦王 调皮 感谢跳舞代理猫眼 感谢 跳心桥 感谢 微博 感谢 微博音乐 感谢 微博演出 再加大声一点 感谢他们 你们知道吗 跳男板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 小美满 因为我不知道 你们要相信自己的事 真的 让一个非常平凡 非常普通的人 慢慢站上他的舞台 所以要相信自己好吗 好 好 你们都打声 相信自己好吗 好 让这种两个男的小美满 许多了一个愿望 更欢迎自己了哟 我是双声 每月一样的光 哇 真好 哇 这跟那场村民眼神 对 小美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